我在《炭色橋》電視劇中 我的角色名叫Catherine 我有一個兒子 岑家琦做我的兒子 我有一個老公 潘燦良 我有一個男朋友 男朋友 關係好又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還是假 小時候我已經認識 Hanjin 陳患仁 所以主要我在劇中 都是跟這四位演員多一些戲 這個角色中說Catherine這個媽媽 她是未生小朋友之前 到生小朋友之後 她有些病症 病症和病症 我不可以猜是甚麼病 難忘有一個鏡頭 導演說很簡單 你去一個地方 五金譜那裡 你拍三個鏡頭 我說拍三個鏡頭 OK 其實我不知道她拍甚麼 未知的 五金譜設定了 我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她就叫我做不同的表情出來 那些表情 在香港的電視裡是未見過的 這一個人我最難忘 還有做到她們害怕的 監製都認識了五榮媚那麼久 林寶儀跟我拍過很多東西 她都做到這樣的東西 都期待的 我想隨時發生 和Henjin多一些 因為Henjin和我的對手戲比較多 她是和我 因為我們這次的劇 她們的手法 就是在不同我們的角度 譬如我和你對手戲的話 觀眾會看到我的角度 去看這個陳患仁 這件事是這樣的看法的 在陳患仁角度的角色 看Catherine的角色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人與人之間都會這樣的 我怎麼想你 你怎麼想我 但可能有些錯摸的位置 人生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和Henjin拍攝的時候 很可笑的 她會設計很多的動作 和她說的語言 而且她處理的方法 是挺幽默 和搞笑得來是實正的 所以我和她 有些時候我忍不住笑的 我也會的 但這一套戲 我覺得真的很感恩 為什麼呢 每一頓放飯 都真的從早到晚 有這麼多東西吃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每餐都幾乎有燒鵝吃 每個人都有一盒 我每天見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 大家幕前幕後拍得很開心 大家都氣氛很好 而我覺得這十年來 我覺得很難 這十年才遇到一個 這麼好的團隊 好的劇本 還有人們真的拍得很開心 有東西 都不妙 有些人 人北盤 有東西 又不是 我們有幾乎 我們會是 履歸走的 每個人都拍下